好,现在我们来看一个例子 就是一个宗子分别跟千原子核 碳原子核跟千原子核做正面碰撞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把这个快速的宗子 把它速度变慢 怎么变慢呢 你没办法在宗子上钻一个刹车嘛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只有碰撞的时候 希望它的速度会 碰撞以后速度会小一点 比如说我们拿三个千 碳跟千原子核做正面碰撞 那么我们要分别求各个碰撞过程中 宗子能量损失的层数 就是是它原来的几层 我们现在令M1比M2 代表宗子质量 与把原子的原子核质量的比值 M为质质数 M就是质质数 一个是 也就是宗子的质量 如果是核质呢 就是它里头的宗子跟质质啊 我们都算它的差不多 差不多大 OK 那这个M是它的质量数 质量数 质量数就是你宗子加上质质有多少个 好 宗子呢 它只有一个 就是一个宗子 千的时候呢 它M总共有206个 质量数是206 碳的时候是12 轻的是等于1 好 那现在我们来 有这个 就是损失的 损失的动能 是它原来的几层 我们不是导出来是这个数字吗 好 现在我们把这个带进去 如果是千的时候 M2比M1是等于这个 你把这个值带进来 好 你就用这个是206 好 这个用1 好 带进去 M1加M2是207嘛 好 它损失多少 只损失2% 这碰撞以后 它弹回来 它只损失了2% 如果是碳原子核的话呢 这个是12 你把这个一算 百分之28 百分之28就很多了 差不多三分之1的能量损失了 所以它的速度变得相当慢了 如果是氢原子核的话呢 百分之百 就是说 中子的速度就等于零了 那你动能给了谁啊 给这个氢原子 氢原子不能够产生这个 它不能够把别的原子产生对裂 那这个时候啊 百分之百 全部损失了 全部损失了 也不好 你损失太小 速度没有变得很慢 也不好 那只有什么是最好呢 就是刚刚 跟碳 碳里头就用 比如说我们用石蜡 作为缓冲剂 这样才 就是说 才是刚刚好 好 以下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就是说这里原来有两个垂直的金属球 一个M1 一个M2 两个都不动 全部垂下来 M1呢是30克 30克 M2是75克 这个30克 这75克 然后我们把M1要往这边拉 拉高一个H 有八个厘米高 然后这里从镜子开始释放 它就从这里荡下去了 荡下去以后 它就跟M2啊 产生完全的弹性碰撞 弹性碰撞 现在要求什么 碰撞以后 第一个球的速度 跟第二个球的速度是多少 碰撞以后 第一个球跟第二个球的速度是多少 这碰撞以后啊 好 那现在我们就看 M1先把它拉到这里来 那我们要先求 它挡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挡到最下面这个时候 它的速度是多大 就这个 那这个我们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因为它不是 不是碰撞啊 它只是挡下去的过程 我们可以用什么 用功能定律来做 用功能定律 功能定律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这个地方的Y当做0 所以球从这里摆下去的时候啊 它从这里掉下来的时候 在任何一个过程当中 它所受的力就是这两个 MG跟T 这是超距力 这个是张力 我们要求non-conservative force 那MG不算啊 那就是T Tension呢 Tension跟DS呢 是垂直 所以 它的非保守力就是0 非保守力等于0的话 它机械能守恒 机械能守恒就是 也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机械能守恒就是 动能加未能 等于动能加未能 就第二个位置的动能加未能 等于第一个位置的动能加未能 我们也可以说 动能的变化 就等于未能变化的负值 我用了各种形态 各位要学着用 各种形态 好 那么动能的变化 它到了这里 这个速度 我们讲的是 动作前 V1I 然后这个地方的速度 是从静止开始下去嘛 所以是0 减掉 这个地方的减掉 这个是未能的变化的一个负值 未能变化的负值 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就写成 比如说 它在这个地方的未能是0 这个地方的未能呢 是M 不是我们看这个 这个问题 不是还没有看这个问题 这是荡下去的过程 好 未能 这里是0 这是后来的未能 未能 这是起初的未能 好 从这里 我们就可以解除 V1I 是等于更好 2GH 你看啊 我觉得这一步 有没有立刻就用到 二分之一 MV平方 等于MGH 有没有 有没有用这个 有没有说 有 二分之一 MV平方 等于MGH 不可以这么用 因为没有一个定律 说是未能等于 功能 有功能定律 有这个定律 这个定律 什么时候存在 条件是这个 通过这个条件 有这个定律 有这个定律 把这个起初跟后来的动能未能带进去 才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 千万要记住 你不要做任何题目 就是动能等于未能 这个这个观念 不能不能有 好 然后这个球就到了这里了 就开始碰撞了 在碰撞进行的时候 因为会有摩擦力存在 所以功能定律 不能用 在碰撞的瞬间 我们说 在瞬间 这个绳子还是直的 它速度很大 没错 但是还没有动 基本时间变成零 很短很短的时间 那么 X方向的力 它这个绳子是垂直的 它没有X方向分力 X方向分力等于零 所以SigmaPX等于定值 于是我们就可以写出 碰撞以前的动量 等于碰撞以后的动量 这是碰撞以后 10.1的速度 碰撞以后10.2的速度 好 这个 这个式子里面 这个式子里面 V1F不知道 V2F不知道 我们有一个式子 有两个位置数 不够啊 还要有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 要用什么呢 它告诉我们 是完全弹性碰撞 完全弹性碰撞 我们就用这个 碰撞以后的相对速度 第一个物体 对第二个物体的相对速度 等于碰撞以后 第一个物体对第二个物体相对速度 相对速度 在通传以前 第一个物体对第二个物体相对速度 的负值 那么V2I等于零 所以就是这个 所以可以用这个式子 那么我们就可以从这两个式子 这两个式子 就可以解除V1F等于这个 我就解了 V1I我们刚刚解除了是等于根号2GH 对不对 把数字带进去就是这么大 负号就表示 这个球是往后弹回来 那么V2F呢 你解除V2F 是等于这样的一个式子 那我们把这个 V1I还是用2GH 去搭进去 就得这个 所以这个球啊 是以0.715 每秒公尺向这边跑 好 刚刚介绍的是 一维的碰撞 One dimensional 那现在我们看 二维的碰撞 所以第一个物体 跟第二个物体 这个样子的 产生碰撞 插撞 第一个物体 往这边走 跟原来这个路径 夹角 第二个物体 就往这边跑 速度是V2F 夹角是Fine 我们假定第二个物体 起初是0 速度等于0 好 那么我们就知道 你现在有几个东西 不知道啊 V1F 不知道 V2F的大小 不知道 这个大小不知道 这个大小不知道 这个方向 C他不知道 Fine不知道 所以一共有几个呢 有四个位置数 我们有四个equations 那你到哪里去找四个equations 我们知道在碰撞过程里面 通常我们都不能用运动学 我们一定是用什么 动量守恒啊 或者是弹性碰撞的定义啊 来做 好 我们说在碰撞的过程里面 它会有摩擦力 对不对 功能定律不能用啊 用动量守恒 好 动量守恒 你一定要要确定 它可不可以用动量守恒 SigmaF外力的合力是不是零 我们假设这个不一定在地面啊 可能在外太空啊 这两个物体 除非碰撞以后 鼻子会有力 要不然它外面没有别的力 所以SigmaF external 等于零 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分成两个component 一个X component 一个Y component 比较方便 OK 那么 因为这个是SigmaF等于零 所以它SigmaP 总动量是等于定值哦 总动量的X分量也是定值 那X分量呢 总动量的X分量 就是M 分断前就是M1V1F V1I 分断以后呢 这个就是V1Fcosθ M1乘V1Fcosθ M2乘上V2Fcosθ 这是X方向的 再来一个Y 方向的动量是定值 这个Y方向的动量等于零啊 这个Y方向的动量是超正的 是M1V1Fsθ 这个呢 是往负的Y方向 是负的M2V2Fs5 好 那现在我们有几个式子呢 一个式子 两个式子 还有两个式子 还有什么式子可以用啊 因为它是完全弹性碰撞 我们就可以用碰撞前的动能 等于碰撞以后系统的动能 三个 还少一个 还有没有了 没有了 所以你学的这些东西里面 你只能列出三个式子 而它有四个位置数 你当然没办法解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如果考试的时候就说 这条件不够 我没办法解 但是我们实际上呢 我理论上没有办法 那我现在用实验 实验的方法 我这四个量里面 我如果能够撤出一个来 那不就剩下三个 就可以用这个解吗 对不对 所以说 以上三个方程式 没有办法解除四个位置数 但是 如果能借助实验 得到其中的一个 那其他三个位置数 并可以由这三个方程式 来解出来 那现在我们看一个 很有趣的问题 如果我们上面一个例子 就是M1跟M2 做插状的时候 如果M1跟M2的质量 完全相等的话 结果它碰撞以后 θ加φ就是两个物体 碰撞后 运动方向的夹角 要等于90度 这个很有意思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我们先来证明看看 就是说 你看这个一插状 如果M1等于M2的话呢 那这个角 就是这个速度跟这个速度 的夹角 就是90度 为什么 那么我们首先还是用 因为 Sigma F等于零 外力等于零 所以它的动量 等于定值 我们用这个向量式 动量 碰撞以前的动量 碰撞以后的动量 M1 V1 F 这向量 M2 V2 F 因为M1 M2是一样的 所以 这个M消掉以后 就变成这样子 但你看这三个向量 V1 I 是V1 F 跟V2 F 的向量 合 因此 V1 I 跟这三个向量 可以化成一个 封闭的三角形 那V1 I 是V1 F 加上V2 F 所以这变成一个 封闭的三角形 那这三个量 就是这三角形的三边 这是动量守恒 再来我们用弹性 碰撞 M跟二分之一都约掉 那就变成这个 那就表示说 这三角形的三个边 有这个关系 这是一个什么定理啊 B式定理 对不对 什么三角形才有这个关系啊 直角三角形 直角三角形 有上司得知 三角形三边的大小 满足B式定理 是为直角三角形 所以 这个是直角 因此这两个角加起来 也是直角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 例题 有一个指点 有一个拼球 取棍球啊 它在冰盘 A冰盘B 这个冰盘B 是等于零 那这个A呢 以速度往这边走 就跟它产生插状 插状以后啊 A盘 跟原来路径 加三十度角 B盘跟原来路径 加四十五度角 那现在我们 要问 求碰撞后 各冰盘的速率 求这个速率的大小 就是速度的大小 跟这个速度的大小 第二个 二盘是否 为完全弹性碰撞 我们已经知道角度了 那么首先我们就说 因为这碰撞过程里面 它通常都是可以用 动量守恒的 不过你一定要把这个 条件写出来 它除了这个 两个冰盘 碰撞以后会受力之外 其他呢 都不受力 那 其实我们可以 把它当做 比如说这个Z方向 受力跟normal force 当然是零了 也是不受力嘛 对不对 那么 所以它动量守恒 动量守恒的话呢 那我们就看这个 起初它是X方向 那么 就是M 层上 这个大小 等于 这个分力 这个速度的 动量的分量 加上这个动量的分量 等于这个 那么我们就把这个M 通通消掉 这个V AI是30每秒公尺 这个式子呢 就可以化成这样 这是二分之更多三 这是二分之更多二 然后Y方向 Y方向 这边是零啊 这边呢 正的 这边是负的 然后 这个 又可以化成这样子 所以从这两个式子啊 我们就可以解除 VAF VBF 写着 VAF等于这个 VBF 是这么大 由于碰撞的时候 两个 弹的夹角 是30度 加45度 怎么等于 90度啊 不等于 不等于90度的话呢 它就 不是完全弹性碰撞 好 现在我们看这个 它不是弹性碰撞 那么碰撞以前 A盘的动能 二分之一 MA 成VA I的平方 是等于45个J 碰撞以后呢 它的动能呢 就变成这个 好 那么 它A盘损失的动能 就是这个减这个 等于20.8个J 那就是说 它碰撞的过程里面呢 因为它不是 完全弹性碰撞 那现在我们看这个A盘呢 我们可以算出 A盘的损失动能的 就是刚刚那么算法 好 现在我们再看一个例题 质量 都是一公斤的两个物体 AB 速度分别是这个 VA是这个 VB是这个 这个是用 向量表示 碰撞以后 结合为一体 碰撞的时候 各物体所受的冲量是多少 求 充量 充量等于什么 F 乘DT的积分 现在没有告诉你 充力 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 直接算 对不对 那再来就是 怎么可以求充量呢 充量等于动量的改变 对不对 动量的改变 比如说 比如说这个 碰撞以前 两个物体是这么大 碰撞以后的动量是多少 你要求动量的改变 你要求碰撞以后的速度 好 那这个速度 我们就用什么 用动量守恒 来做看看 当然你要先确定 它的条件 可不可以用动量守恒 第一个 Sigma F External 等于零 就是说这两个物体 只有互相 碰撞的时候 才会有彼此的力 这是内力 其他没有别的力 给它外力 这里都说了 没有别的 没有提到有别的物体 给它的力 所以External Force Net Force 等于零 因此这个动量守恒 动量守恒就是 MA乘VA加MB乘VB 结为一体 就是MA加MB 这个写出来 MB 乘上VF 两个一起跑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 M通通约掉 MM 这是变成2 VA加VB 就是两个VF 好 那我们把VA带进去 VA带进去 VB也带进来 等于两倍的VF 所以我们可以解读 VF是等于这么大 VF怎么大 就是说这两个物体 这两个物体碰撞以后 因为结合在一起 就是同一个速度 是这么大 好 我们看物体A受的冲量 就等于物体A的动量改变 动量改变就是MA 后来的速度 减掉它 MA起初的速度 这是VA 这应该是写的 我就是只写VA OK VF-VA OK 好 那 M是一公斤 所以E就没有写出来 VF 是这么大 VF VF 减掉 VA减到这个 这个减这个 等于这么大 这个就是它的冲量 就是冲量 A的冲量 B的冲量也是一样 我们由B的动量改变来做 MB也是一公斤 VF是相同的 都是这个 那把VB带进来 简一点就变成这个 好 那 你看看 从这个结果里面 我们可以看出来 IA正好等于IB的负值 IB的负值 那就是说 IA是什么 FADT 对不对 这个是FBDT 负值 好 这两个积分相等的话 那是FA等于负的FB 那这里就两个 物体相互作用力 正好是大小相等 方向相反 这就是牛顿的第三定律 牛顿的第三运动定律 好 现在我们看另外一种情况 叫做反冲 recoil 这两个物体 原来啊 当中有一个弹簧 我们把它压缩在一起的时候 弹簧把它锁住 这两个物体 变成一个物体 然后我们用遥控的方式 把这个 比如说用个插销 把它 把它 插住 它不能动 然后遥控的方式 把插销去除 那这弹簧就弹开了 一弹开的话呢 VA就朝这边走 B就朝这边走 这就是一种 recoil的这个 这个 现象 因为这两个物体啊 它没有外力 你看这两个没有外力 然后这个方向呢 重力跟 Mobile Force又相等 所以 这个外力 这核也等于零 那就等于它不受外力 所以系统的总动量 就是 守恒 你不受外力 系统总动量守恒 你用这样讲 用话讲也可以 我们刚刚 前面都讲 Sigma F Net等于零 对不对 所以它的Sigma P 它等于Constant 你那么写也可以 你用话讲也可以 因为两个物体 仅受内力 不受外力 应该 不叫做不受外力 就是外力是核等于零 所以 系统的总动量守恒 总动量起初呢 是零 有质量但是没有速度 后来呢 变成 MA M1 MA VA MB VB 这个式子 就可以变成这个样子 然后从这个式子 我们可以知道 VA的大小 跟VB的大小的比 等于质量的 MB比上MA 那也就是说 反弹以后 反冲以后 质量大的物体 质量大的物体 速度比较小 质量小的物体 速度呢 比较大 得知 由上次得知 二物体动量的大小 相等而方向相反 速度大的 速度的大小 与质量成反比 这个我们男孩子将来一定会遇到 比如说你去打靶 打靶的时候啊 你不要看人家打得那么轻松啊 你去打一下就知道 一扣扳机子弹出去了 这个枪声会往后弹的 会往后弹的 所以打靶的时候 他告诉你啊 如果是步枪射击 你手一定要把这个提带啊 把它奔紧 然后枪托一定要靠着你这个肩膀啊 锁骨跟肩膀当中 一个窝窝 靠在那里 紧紧的靠着 然后开始射击 如果你没有靠着的话 你一扣扳机啊 子弹打出去了 这个枪 枪声往后 也有个速度 一下打到你的锁骨啊 锁骨可能就会断 起码你这个两三个礼拜不能动 所以你一定要紧紧的贴住你这个身体 那如果说他枪反弹的厉害的话 你打靶打不准呢 打靶打不准 因为枪声一吹后 子弹不晓得飞到哪里去了 以前我们打靶 第一次打靶 每个人九发子弹啊 蹦蹦蹦打了子弹 然后出去看靶 看你的靶上有几个子弹 我这一看 一发都没有 一个洞都没有 他旁边好几个那个 隔了好几个那里 有十八个洞 那就是他每次一打这个枪声就往这边弹 都打到别人的靶子上去了 那么所以打靶一定要叫你靠紧 靠紧有什么好处呢 第一个不会把你打痛 第二个就是把你的身体的质量加到这个步枪的质量上去 那这个比如说一根步枪七公斤好了 那你七十公斤再加上去呢 那他会等于增加几倍啊 十倍对不对 十倍他速度就减少十倍啊 那他反弹的就比较小 打得比较准 好 那么坐姿坐下来 走靠在肩膀上 那比较准 最准的是什么姿啊 握姿躺在地上 躺在地上为什么最准呢 因为你整个人啊 枪跟你人结合 还跟地球结合 地球质量无限大 所以这个枪的反弹几乎没有 打得非常准 那么这就是这个就是反弹的时候常用的 那我们不管是步枪还是炮 你都可以看了 我们电影都看过吧 炮弹一发射 只让那个炮身就往后面 反冲对不对 那么这个在枪炮啊 用的很多啊 以前我们在当兵的时候啊 就打过一次吧 那么整天背着这个枪到野外去啊 种的不得了 就希望说将来要发明一种枪啊 它的这个 这个重量就跟我们的粉笔盒一样啊 带着身上就好像不觉得它的存在啊 那不是很好啊 那可不可能啊 不可能啊 因为你枪声这么轻 你一扣扳机 子弹出去了 枪声比子弹还快往后跑 那敌人没有消灭之前 你自己先消灭了 好 那么 所以枪声就是要那么重 你手枪也是那么重 你拿手枪那么小 还是那么重 好 那么我们看它的能量 刚开始说这个速度 能量呢 A物体的能量是这么大 B物体的能量是这么大 好 比值 然后比一比 比一比二分之一约掉了 VA比VB用这个带 结果我们发现呢 动能的比值也是跟质量成反比 也是跟质量成反比 那就是啊 质量小的 带走的动能比较多 质量大的 带走的动能比较小 所以你枪声啊 枪的身体啊 一定要比子弹要大很多才可以 要不然这个枪声带的能量 跟子弹一样大的话 那你一设计就跟敌人同归于尽 在反充过程中 各物体获得的动能 也与其质量成反比 好 那么我们看牛登定律 第二定律应用于多个指点的系统 我们前面讲的就是一个 一个指点啊 前面都是讲指点啊 我们随便拿一个物体 比如说我们随便拿一块石头 这个石头就不是指点 我们可以看成 它是有好多个指点所构成的 它就是一个物体 那这个物体呢 它有好多质量 M1 M2 M3等等啊 那这整个物体 它一定有个直心的位置嘛 对不对 这就是直心的位置 那如果这个系统 每一个指点都会动 比如说我们 我们看一个烟火 捷径的时候放烟火 一爆炸 里头不是很多这个 这个指点在飞吗 对不对 每一个指点都有它的这个 位置 这个时候它的质量 质量中心就是这个位置 如果这个烟火在跑 这个质量中心也在跑啊 那么质量中心的速度 就是这个对时间为分 那每一个质量 位置对时间的为分 最后可以写成这个样子 这是V1 这个就是V2 那么 我们说系统的总动量 系统的总动量 它就是每一个 指点的动量的总和 M1 V1 M2 V2等等 最后是等于什么 就是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 然后它要等于大M乘上Vcm Vcm 总动量就是 总质量 乘上 这个Vcm要注意啊 它是 Center of mass的速度 一个物体里面的 速度有很多个 很多种 有V1 V2 V3 但是这个是 Center of mass的速度 好 我们现在把这个式子 带到牛顿第二定律里 这是系统所受的外力 这应该SigmaF 等于 M乘上DV 你看这个 这个为分 你把这个带进来为分 因为总质量 不会变 所以它就变成Vcm DVcm M over DT 就得M乘上 Acm 好 这个式子 它重要在哪里呢 就是说 你这个系统 它受外力 比如说你这个烟火 弹射出去以后 它爆炸了 每一个穴穴 都受地球的重力 它的这个 都受地球重力 那么它的这个 位置的改变 你看起来好像很乱 因为它四面八方的飞 但是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点 就是它的直心 它的直心 始终满足 SigmaF等于MA 直心满足这个 其他直点不满足 只有直心满足这个 这个式子 我们现在举个例子 看得见 看不见 看得见 比如说我们这里 有一个 板手 在这个桌面上 我一丢 它就 它就一直在这里 滚滚滚 滚过去 你看它每一个直点 你看到最外面 它不断地在这里 回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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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你看它的直心 是怎么样的速度 直心是 如果你甩的是一个直线的话 直心就是一个直线 其他的直点 你看不出来 它的轨道是什么 烟火也是一样 你放出去 如果它不爆炸的话 整个的运动轨迹 是一个 抛弱线 如果它爆炸的话 它的穴穴 都是四面八方的飞 可是 它的直心 只受一个重力的关系 也是做一个 抛物线 那这个就是 Sigma F等于 MCA 等于MACM 这个 这个是有三个直点 第一个直点 第二个直点 第三个直点 各直点 受外力的作用以后 有外力 它的方向 你看 第一个外力朝这里 第二个外力朝这里 第三个外力朝这里 告诉你多大了 求这个系统直心的加速度 直心加速度怎么求啊 我们就用这个做 那ACM 就等于F1 我们看这个X方向 我们可以X方向 Y方向来看 X方向的合力 等于M乘成ACMX 这个力呢 你看 第一个 就是朝什么 负的方向 负的 6 牛吨 第二个呢 第二个 它是正的 F2 乘cos45度 这个力呢 它就是14个牛吨 因为它就是这个方向 质量呢 质量都告诉你 加起来 所以它的AX 就是这么大 AY也是这么做 AY这个是零 这个AY是F2 Psi Theta 45度 这个AY也是零 这个分母是一样大 跟这个一样大 所以是这么大 所以A就等于 ACM 就等于ACMX平方 加ACMY平方 再开根号 等于1.16个 Meter per second square OK 那Theta Theta就是等于 这个 加速度的 这是大小 加速度的方向 是27度 OK 好 那么 以上就是 我们今天介绍的 下一次跟各位讲 质量会改变的系统 质量会改变的系统 好 我们今天上课 上课 我这次下课